很多人都說Poodle是最聰明的小狗 試試看是不是 拖匪 手手 好聰明 這隻呢 Good girl 果然是夠聰明 大家想不想知道這隻拖匪的主人是誰 還有我們會跟拖匪今集玩些甚麼呢 快點follow我們Facebook Instagram 還有YouTube Channel的動物踩過界 Toby 你第一次就跟Toby姐姐出來Dockcation 你有甚麼要求 你有甚麼想做 你說給我聽 我先講講講 蛤 她想流冰和玩過山車 不是吧 你都年紀大了 不如游一下水 我們在旁邊休息一下 享受茶 之後又玩一下Bord Game 好像比較捨意 有 這間酒店雖然是世界間精品酒店 但這裏你剛才所說的要求 所有都有 我們在旁邊休息一下 夏天為大地帶來 登登 游水 拖匪的下水禮 但注意拖匪是未游過水的 是啊 我很害怕 究竟她游水的表現是如何 她會不會一下去會游水呢 會不會做垂死的掙扎呢 交給你了 拖匪 放在那邊 放在那邊 她自己下了 哇 好強啊 是啊 好強啊 哇 好強啊 好強啊 原來是天生會游水 OK啊 但她突然瘦了那麼多 我們來一起參與你的下水禮 咖啡 這個 水也挺冰凍啊 哇 好啊 好強啊 我覺得她好強啊 還有第一次零空游水啊 我看燒了它 在泳池面 這個凌空游泳 不要笑 不要笑 給你游 它現在覺得自己是非比斯 雖然這裡不是非常大 沒有一些室外的游泳池 或者沙灘那麼大 反而對我來說比較容易處理 因為你自己有時候 不知道自己小狗的情況是怎樣 游泳的時候 你可以全程在旁邊傍著 又夠安全又可以玩得開心 你有沒有試過跟拖匪玩bord game 真的沒有 在家最多是去看我玩狼人殺 還有看你打遊戲 對 你很聰明 你幫忙看著錢 其實你是大富翁 他很穩定的 出到懶乖 他是不吃別人給他 是嗎 他懂得分陌生人給我的東西 我不懂 平常看到大狗 有時候會吠幾下 因為我拔著繩子 如果我放繩子 他就會閉嘴 因為他可能會覺得 我會保護你 你回來 繩子放鬆了 就說死了 原來他就逼了 立即暗盡了 Poodle真的 是不是特別聰明的狗仔 他聰明在的位置 就是你丟下他 你死定了 有一次發脾氣 就是我那段時間 經常出夜街 他就假裝逼 回到家裡 吊吊吊 你會很怕你的心離開 他又不叫 但是他就是這樣的 他沒有人 grill到兩邊 您call当一二 Ted 叫人一下 然後馬上呼啦 要很久離開 再來換一群 我去到他的時間 她就關住他 放在椅子裡 突然跳上 在一插皮 兩邊問 dependent 我看著一位女生 女生看著我 你看到嗎 你真 inj OK 你 Edison 你懂得假裝 你用洗手 第一次飲食 它合不合格呢 都算是這樣 因為它有些潔癖 可能無神神的東西 地滲那些 它會這樣走路 所以它來到這裡 又沒有這個反應 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是非常整潔 抱它上床 它也馬上放下了 所以我覺得它也挺享受 而且它可以吃到的muffin 是啊 它也吃了大鍋 什麼都肯做 你看看你 多容易收買 好累了是不是 又有得游泳 又有得去戲一下 攤一下曬太陽 好嗎 這次第一次帶它去Docation 沒有想過在鬧市裡面 都可以跟它去游泳 而這次我可以 是一個很實惠的價錢 又可以跟它睡晚 它又可以曬太陽 然後我又可以在旁邊 喝咖啡 又不需要去到那麼遠 最重要是這個Traveling Time短 我跟它也不用那麼辛苦 好舒服 洗完我便可以休息一下 謝謝 紀錄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